國內新冠疫情持續 疫情指揮官陳時中 今天上午出現相關的症狀 使用了家用快篩 結果出現陽性 再透過通訊診療 判定確診 將進行居家照顧 目前的身體狀況良好 帶領臺灣防疫 每一步都走得相當謹慎 疫情指揮中心 指揮官陳時中 自二零二零年疫情爆發以來 幾乎天天召開 記者會對外說明最新的疫情 但卻在上午自覺 有相關的症狀 使用快篩結果為陽性 已經透過通訊診療 判定為確診 事實上在確診的前一天 周六 指揮中心記者會也有召開當時出席的出了城市中外 發言人莊仁祥 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羅一軍都有出席 另外上周五 六月十號也有出席發言人莊仁祥 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羅一軍都有出席 另外上周五 六月十號也有出席發言人莊仁祥 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羅一軍都有出席發言人莊仁祥 醫副會執行長王必勝也參與了包括陳時中在內的疫情準備會議 討論所謂新冠死亡斑備時間的問題 由於Omicron潛伏期短 在六月十二號陳時中確診前也有過多場公開的行程 包括五號曾到自由廣場視察兒童疫苗接種 六號七號兩天分別陪同行政院長蘇貞昌接見外賓以及到基隆看兒童疫苗施打 行政院十一號更與部會首長召開擴大防疫會議 陳時中也有到現場開會 政院表示 共同與會的行政院長蘇貞昌 副院長沈榮金等與會成員目前均無症狀 蘇貞昌也致電慰問 蔡英文總統認為陳時中擔任指揮官 兩年多來 為防疫工作勞心勞力 幾乎未曾休息 希望他能夠好好休養 早日康復 記者為王心中推報導